在儿童节前夕,秀林乡长王玫瑰4月1号前往公司利幼园 乡境内的国小发放文具用品给小朋友们 共计发送1067个文具用品 秀林乡长王玫瑰也预祝小朋友们儿童节快乐 在儿童节的前夕,秀林乡长王玫瑰4月1号下午前往公司利幼园园 乡境内国小发放文具用品给小朋友们 在秀林乡同门国小校长黄秦冲的朋友们之下 秀林乡的王玫瑰,秀林乡的代表会副主席赖惠美 则是前往同门国小带来儿童节的礼物 分送给小朋友们 秀林乡的王玫瑰看见未来人望则是相当的开心 同时也和他们一起互动 并且把准备好的文具用品 以分送给他们来祝福大家儿童节快乐 场面可以说是热闹非凡 因为每一年我都选择一个学校 那今年呢特别选在同门 来发放我们儿童节的礼物 十二个国小 所以香港跑不了那么多 所以每一年都会轮流 不一样的活动 像之前 我们在圣诞节 我们陆续也都会到几个学校 来做一个 其实真正是关心 公所会集全力来协助学校 不管是各项的活动 或是学校的一些校务 有需要公所帮忙的地方 我们就会全力来协助 当然也要我们代表会 我们的马赛小姐也要帮忙 帮忙我们讲话 那当然我在这里我还是要感谢我们 派连县我们的县长 哈娜县长 对我们整个 尤其是原乡的整个教育 非常的重视 这几年来 在学校的硬体改善 或是学生的一些需求 那我想县长这里 还有公所这里 我们大家都一起 非常努力的 想尽一些办法 能够让我们的孩子 你们能够享受到 在学校的学习的这个过程 能够顺利 休一乡同盟过学学士们 则是演奏敲目琴 来展演套入一个组业务 来欢迎新闻新校长王玫瑰 和代表会主席赖惠美 新闻新校长王玫瑰表示 每年的这个时候 是最开心的一件事 看到学生们慢慢的长大 心中可以说是相当的快乐 而在儿童节即将到来 希望这小小的文具用品 能够让在求学的学生们 能够实际运用 新校公所共计 一千零就是七份儿童礼品 给学生们 大家收到乡同这份祝福 也会在学校认真念书 同盟国家放不放 放 而同盟开不开心 开不开心 接着终于求将会了